1 2 3 3 背上靠的蘇醒男子 坐在床頭 監禁到家中逮人 在他面前一張一張鼠抄 但這些三被勸全是味噪的 這個要被打一隻 人就死了而已 人就死了嗎 要做什麼 全台手中味噪案件面額驚人 警方從味噪工廠及主賢住處 查獲成品加上半成品 模具 裁切機以及顏料等等 假使將備用紙張換算成印紙面額 超過3億7千萬 因為針對文照國幣跟有家證券 是比較有經驗的一個老師傅 那他先前在大概2004年跟2008年左右 也都有相關文照國幣的記者 這些三被券都是面額最高500元的 有的還未裁切 一疊又一疊通通出自於地下印刷廠 警方說70歲蘇姓主賢 是印刷老師傅 過去有味噪國幣前科 包括2004年和2008年 多達20次以上的味噪紀錄 根本像是電影無雙情節上演 我叫吳復生 衣服到底很美術 就是看準三被券使用商機 蘇姓朱仙印製味噪三被券 打算牟利販售 還做出一二三代 雕琢出味噪的細緻度 目前這個販賢已經在著手在購買 變色油墨 準備製造第三批的三被券 檢警在上個月底 接獲雲林虎尾一間採券行報案 疑似收到假三被券 展開調查果然一查查到了地下未造工廠 蘇姓主賢申請積壓獲准 小龍兵王一喬吳鋒心 SB小組雲林報導